欢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 这个热腾腾的晚报出炉了 我们先看有三个议题可以说的 第一个简单的讲就是蔡英文指控 马英九是终极统一 马英九就要请蔡英文拿出证据来 这个我们都晓得了 第二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 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 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维持建设性的关系 这是根据前任美国在台协会的资深官员 他这么说的 因为他认为就是说 如果不这么样做的话 事实上美国真的是没有办法 跟蔡英文建立一个比较持续的关系 另外我们还要再来看 这是跟我们现场的当事人 立刻可以澄清的了 就是绿营再告刘亦如 而且还加告赖宿如赖发言人 告您的原因是因为您刊登不识广告 来我们请当事人马上陈祥 谢谢那个主持人 我现在才知道我也变成被告 那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弄错 还是故意的 因为民进党习惯都用抹黑的一个战术 我从来就没有刊登任何的一个广告 那为什么会说我刊登不识的广告 我不知道 那对于我在电视政论节目里面 或者是发言人的部分 都是用一个质疑的态度 来从头到尾 他说你以用不识资料告你 资料也是别人给我们的啊 你要求证啊 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他们有他们诉讼权力的主张 可是如果他乱告的话 我就会再加告反告他诬告 所以是您的这个最新的审刑 对不是因为我内容不知道 因为现在是晚报嘛 晚报现在才出来 所以说我还不知道他告我没有收到书状 不知道他具体的内容 不过根据晚报里面的内容说我刊登不识的广告 我从来就没有刊登不识的广告 所以这个又是故意抹黑的一桩 那如果对于背离太多的事实 那我觉得不排除我们就会提起那个误告 好 周伟 从这个角度 接通告接到被告 好 我们三个决定唱歌啦 哈哈哈哈哈哈 这实在太危险了 这个常有的啦 我们都是高货险的行业 我单单坐在这里没事 也一下被刑事一下 被民事告来告去 你躲在出名了啦 我当民意代表这么多年 我一直有一个原则 我觉得个人名誉的东西 用这样告来告去是解决不了的 尤其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们司法在这个事情上面 已经被浪费了太多了 不是 不是 不好意思 你太天真了 双方都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啊 对 告的意思就是说 表白说你讲的没有这件事 现在野蛮时代 我了解这个都是一种政治的操作 现在文明时代 我去按铃嘛 所以有追杀的味道 有澄清的味道 并没有要求解决的味道 一点都没有 而说到这个赖委员 这现在成为了一个被告 我们就讲到昨天呢 这个经济会主委兼 国发基金的发言人 就是刘亦如 他对这个蔡英文 前行政院副院长 提了两个大灾问 那第一个大灾问呢 这个我们看了很多 不过长话短说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说 当初啊 这个是规划了有七个董事 和一个监事 那国发基金呢 要有三个董事 和一个监事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三个董事里面呢 刚好有两个人 他又是在这个 台报生计公司当董事 他又是在宇昌当董事 所以呢换句话说 这个董事 他到底是站在这个 宇昌这一边 还是站在台帽那一边 是不是有立体冲 这个有两边吗 这个两边是一体的 不是不是 则伟你搞错了 他是说这两席董事 一个也是国发基金的董事 一个身兼了宇昌的董事 所以他的身份是confused的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但总监事比例 这个比例虽然看起来 表面是对的 但实际上 他们的身份是有问题的 还不止这样 还有一个前半的 里面都漏掉了 就是说他们开始 本来是七席 但是开始的时候 其实没有七席 所以国发基金 本来是可以分配到三席 所以他只有一席 他一席以后 就马上开董事会 选董事长 那他另一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通通补满的话 董事长不见得是你 他让你急什么 因为他一个月以后 马上补开 历史董事会 再补那两席 原来属于国发基金的 两席董事 这是你们讲的 那个陈良国家 那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程序问题好了 和大一 再进来吧 为什么不通通选完 再选董事长 对 好 这个时间点是 当时跟Genetec要求 他们要在 9月3号资金进来以后 9月4号 要完成一些相关的手续 9月5号要完成登记 所以在那登记的过程里面 你要马上有董事长的这个代表人出现 这是一个当时的急迫性的要求 那但是何 因为何大一跟陈良博两位都具有 美国的这个美籍的身份 因此他们当时必须要把他们的资料 包括他们的护照一些相关的资料 再从美国送回来 他当时来不及 送回来做进行登记 因此还在月底 进行补登记 完毕以后 进行董事会 再补证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的国发基金 还是如原来的 是有三席董事跟一席监事 而且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比例来看的话 国发基金只占40% 而他拿到的董事比例是 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董事的 所以并没有 这个程序上是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刘主委他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 他只要去问当时的那些承办人员就知道 包括这个何执行秘书 何执行秘书后来还递捕了 因为何执行秘书后来递捕了其中一个董事 叫做翁启慧 他成为董事之一 我跟你讲 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事实就是这样子 不是 我当然知道事实是这样子 所以事实是这样子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何大一跟陈良博 到底是站在台一面这边 还是在国发基金这边 还是国发基金跟台一面 本来就是航蟹一季的 本来就一二二二二一的 这是问题之所在 第二你常常强调 你没常常强调说 蔡英文当董事长是大家共同它吹出来 无意不行 基金进来也是为了 他家的钱进来也是为了魅火 这两个情况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有时间的压力 你刚才有讲了时间的压力 就是GINETEC说你要赶快做 3月3号一定要 要不然就没有你的份了 我告诉你GINETEC到8月底才拿到 才拿到TELUS的权力 所以我认为你们被呼隆了 你们被呼隆了 第一个这个要有那么多价值嘛 第二个这个要有那么多人在争嘛 第三个如果稍微慢个一两个月 就被人家拿去了嘛 我觉得这个要问杨玉民 我跟你讲杨玉民虽然在这一块 国际地位很重 但是杨玉民你站出来讲一下嘛 真的有这回事吗 而且你作为副总裁你这个没有内线 内线的嫌疑吗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给我们台湾说 这个时间压力有这么重呢 这这么胡弄一团 乱共对不对 这个没有担当嘛 没有肩膀嘛 我觉得这一点 何美越跟那个蔡英文 都想灭于国际形势 还说他善于国际谈判的专裁 我才不懂 我才不相信 对不起我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大佬那时候讲 我讲这个时序就发生问题了 就是在Gilateng跟这个 跟这个所谓台湾的开发金 在或是行政员在做谈判的时候 他没有专利权 他说说没有啊 没有专利权 那在谁的手中呢 在南华 在南华手中 然后你在核准的那个机密文件 第二天就把南华否决掉了 这个感觉像是一个商业竞争的间谍 这个事成兄你讲的这个逻辑 听我讲嘛 然后我还 我跟最大的质疑 昨天当然这个 这个 刘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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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ade这个公司啊 到底一直在跟他讲说 TiMade跟这个Genetec TiMade老板到底是谁 这个也是错的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呢 这到底是谁呢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这个老板 然后最后变成蔡英文家族 我没有指控 我说这个让人家匪夷所思 你既然有个公司跟这个 跟这个Genetec在谈这个事情 这个公司总要有个负责人 那就是TiMade到底是台茂呢 还是语创呢 还是台茂生剂呢 还是台茂生剂蛋白呢 还是台茂生剂创投呢 刘宇伦已经回答他自己了 我还看了他自己提供的资料 每一个都 英文都写得那么清楚 虽然名称 有一个TiMade 但是后面每一个东西都写得很清楚 一个Biologics 是Incorporation 还是这个有限公司 他这后面都没有 都很清楚啊 TiMade Group是最开始的筹备单位嘛 他最后叫TiMade Group 那时候是没有公司登记的 没有公司 没有公司的 所以他这里面 其实自己就回答自己的问题 他问了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好笑 不是啦 问的人不会 问答的人不会答 好 第二个 我跟你讲 我说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有道理不有道理 TiMade本来就是一个 笼统的concept 在酝酿其中 还没有成型的机能了 但是对这个有兴趣的 就是没有几个人嘛 就是何梅月 这个蔡英文 陈良博 还有何大一 也许加上杨玉明 那我觉得 这个翁崎月是比较在旁边的 那就这 说来说也只有这五个而已 这五个对这有趣 本来蔡英文没趣 跟他扔了 扔了 带他去美国看 他也有趣 好 那现在就是这个 开始有趣 开始成型的时候 就好像一部车 从基隆出发了 出发的时候 高速公路只有一条 到了台北的时候 就变成两条了 对不对 北一高 北二高 那北一高 就是那个timemate 就变成台帽 就变成台帽蛋白 就变成台帽蛋白 那台帽蛋白 蔡英文都还没有搞懂 所以在八月底的时候 发第二封信要钱的时候 对不是 八月底 第一封信是地方蛋白 八月底要信的时候 先讲说钱寄给台帽蛋白 那个台帽蛋白 记错第一条 他从一天 名称写错 同一天台会发两句文的意思 第二封说 不对 因为第一封的那个开头写错了 锦衣销米昌 我问你 一个董事长 名字都会搞错 可见彼头的暧昧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名称改变照讲赛开会的 董事长是要知道的 连这个信要发信要钱 都把就已经不用的名字 都还要搞进来 好 我现在 两个公路我还没讲完 那现在就讲到台北 就变成宇昌了 就正式公司成立了 但是呢 离开台北的时候 宇昌又没了 就变成忠裕了 那另外八二九呢 就是同时只差一个月 成型的台茂生计创投 这个台茂生计创投 董事有谁 有何大一有成年博 那边有何大一成年博 说来说去就是这五个 说来说去就是这五个 这个沈大佬 台茂生计创投是后来没有成立的 我知道 他当时有这个计划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筹备处 筹备处在谈这个案子 既然你听我讲 今天那个 那个李毓如讲的Q1 他Q2的问题 还有你们的律师 我手上都有 你们严律师的回答 还有那个参与的回答 我都看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都不懂呢 因为李毓如现在提的 是包括开始 还有这个整个运作 还有整个联想 整个酝酿的过程后 通通包括你的心意 你的企图 你的过程 你的改变 都会讲出来 那林律师跟那个 蔡英文的回答是 最后成形的结果 不是这样啊 我如果不去找啦 我如果不去做什么 他是结果论 我这边我今天被告的人 我今天被告的人 我要发表一下意见吧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学一下那个蔡英文讲说 你也运用国家的力量 对来追杀我啊 我是觉得说 陈如刚刚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 大家提出了一些的质疑 的确 是不是有程序上 有一些的质疑 是需要他们来做一些回应 就像大佬讲的 司成讲的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大家针对于说 程序也好 利益回避也好 那他们到底 有没有解释清楚 是没有嘛 讲很多细节的部分 其实观众 不会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说 蔡英文对这个案子 他该回避的他没回避 至少他们家族获利 1980万 这是他们没有否认的 至少后来他当了 自己核准 雨昌生计公司的一个案子 自己当了雨昌生计公司的董事长 他也没否认 这也都是事实 民众对于他所提出的质疑 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就 就告人家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只是觉得说 有关于程序 或者是实质的问题 你应该面对社会大众 而不是像家亲讲 你看我们这个有Q&A 我们在网路上我们都有讲 我们发言人已经讲过了 我们律师也讲过 那他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要出面 来澄清 今天要受检验的是蔡英文个人 因为他参选国家 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应该有必要接受人家的检验 但是他没有回避他应该该回避的事情 而不该回避的他却一直回避 我知道赖苏鲁为什么被告 因为他到现在还在引用错误的资料 好那接下来我们找到这一次呢 这次的语尚爱我们刚刚是就这个 法律面和事实面来试着做厘清 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这个道德层面 还有一个政治人物的操守 还有他高度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你推动这个 生技业的发展条例 完全都是你在当推手 但是呢等你卸任了以后 然后你又出任了这个 你当初所同意的这个计划的 这个董事长或者是领导人 各位这个问题王院长 王金平已经回答过了 任何一个法条的通过 他都是所有的人可以使用的 对我们要谈一下那个 当我们广告回来以后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 这个逻辑呢是道德的问题 而不是法律的问题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事都要对我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